环球网记者致电拥有Tempo等品牌经营权的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对方要求等待邮件回复 并称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香港反对派网民施压在港经营的厂商停止向TVB投放广告的事件仍在发酵 今天 环球网记者发现 德国纸巾品牌Tempo10日在社交媒体上回应香港的极端网民称 在该媒体上的广告已经完结 正在重新检视宣传策略 而包括德国婴幼儿食品品牌 习宝在内的一些品牌也受到了相似的压力 截至发稿 尚未发现习宝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对香港极端网民作出回应 先说下Tempo的事 10日在Tempo香港脸书账号Tempo Hong Kong的评论区 有网民称Frankie留言称 本人对贵公司在卖港媒体 TVB投放广告的行为极为反感 决定不再购买贵公司的产品 直到见不到贵公司的广告在TVB出现为止 Tempo Hong Kong在Chan Frankie的留言下方回应称 Tempo在该媒体上的广告已经完结 我们也正在重新检视宣传策略 在Tempo Hong Kong脸书评论区除Chan Frankie留言外 还有其他网民也留下了与上述留言类似的内容 根据Tempo Hong Kong脸书的介绍 Tempo是德国高级纸巾品牌 诞生于1929年 由于80年历史 多年来一直稳战 香港指首金市场领导地位 针对Tempo Hong Kong 称在TVB投放的广告已经完结 正在重新检视宣传策略 今天 环球网记者试图与Tempo Hong Kong联系核实此事 今天10点47分 环球网记者拨通了Tempo Hong Kong脸书上的联系电话 电话接通后仅是录音答复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和所查询的资料 他们会尽快联系你 或者工作时间致电他们 他们工作时间是1到5的早上9到13点 下午2到10点 多次拨打均为此情况 记者在滴滴声后留下了联系方式 等待回应 今天13点13分 有自称Tempo广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给记者回电 称Tempo香港方面将记者留言转给了广州分公司 该工作人员记录下了记者的问题与联系方式 称会再进行回复 直到稿件发布 记者未收到相关回应 韦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曾在2014年发布新闻公告称 与总部位于瑞典的爱生亚集团签订协议 将以约11.4亿港元现金收购爱生亚在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的商业营运业务 韦达集团还将可免专利全费的基础下 取得爱生亚品牌Tempo得保位于中国内地 香港及澳门之永续及独家使用权 韦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15年 在其官网的新闻稿中明确提到 韦达国际为中国及香港领先卫生护理品牌销售商及生产商 四大业务品类包括生活用纸 试镜护理 女性护理 婴儿护理 集团旗下经营支品牌 维维达温达 的宝Tempo 多康トーク 天宁Tenna 包大人Dr.P 兴区线了Bress 威尔维利贝勒Libero 爱贝多Babby Fit 虚虚乐Sailor 因此 环球网记者又致电了 位于香港的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询问Tempo投放TVB广告的相关问题 维达工作人员没有回答 要求记者发送邮件询问 邮件发送后 记者再次致电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对方要求等待邮件回复 并称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截至发稿时 记者尚未收到维达方面的邮件 环球网记者今天还向Tempo总公司 爱是瑞询问 对方表示正在调查相关情况 会尽快进行回复 截至发稿前 爱是瑞方面尚未给出进一步解释 此外 记者也与TVB方面取得了联系 TVB方面表示暂时不回应此事 香港极端网民正在对越来越多品牌施压 要求撤销在TVB投放的广告 德国喜宝是被施压品牌之一 截至发稿 环球网记者没有看到习宝做出回应 对于香港反对派绑架商界 要求他们表态支持暴徒的做法 香港立法会劳工界代表何启明 接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种做法支持破坏社会安稳 激起大部分人民的名分 如果这种二元对立继续抢逼商界 最终会伤害本港市场 因为庞大的内地市场 都是各界商人都最向往的市场 香港零售行业代表 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则表示 这种抵制商户或者 胁迫商户选边站的行为 实际上是在伤害香港的就业 和整体经济增长的信心 他作为零售业代表 看到反对派拉黑的企业名单中 大部分是零售企业后 对记者说 希望香港人能够理性 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不要盲目地去宣称抵制哪家企业 因为这种暴力行为 也会破坏整体的投资环境和商业信心 除了Tempo 香港吉野家近日也卷入舆论风波 香港文汇报11日报道称 香港吉野家在社交网站脸书 发布一则帖文 一届反对派分子 给香港警察起侮辱性 外号狮子狗一事抽水 在10日的一则帖文中用 不准叫我狮子狗等语句 暗骂香港警察 随后又紧急删除 然而今天 吉野家事件又出现 发生两次反转 香港大公报及文汇报12日称 拥有吉野家香港经营权的 香港核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表示 对吉野家脸书小编 暗骂香港警察的发声 感到极为愤怒 以和涉事的广告公司解约 并解雇了负责广告事务的公司员工 然而 香港吉野家脸书账号12日下午又发文称 所有小编有始至终都细棋棋整整 贴文结尾还称我没话讲 反外 香港必胜客 近期的星际松后批 推广活动已结束 不再投放广告 除此之外 同样被传打算撤回TVB广告投放的香港必胜客 今天在回复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询问时表示 香港必胜客近期的星际松后批 推广活动已结束 不再投放广告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